刚才介绍的RAID 当然是在实务上面是蛮重要的一个 可以看的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要增加硬碟储存可靠度 我们要多买几个硬碟 那怎么做呢 这个标准都定好了 它就照着做 这个Chapter最后几个 就是Stable Storage的Management 然后Tertiary Storage Tertiary就是我们再用池袋 我们第二层的 我们一般硬碟说Secondary Storage Tertiary是第三层 用更大的储存量来储存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叫做Stable Storage Stable Storage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是理论上面的一个名词 Stable Storage就是我储存在上面的Data 我永远可以拿得到 储存在这种 储存在这种Stable Storage上面的资料 我绝对不会掉掉 但是我说没有 我们现在硬碟都不是Stable Storage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需求又是 就跟我们网路一样 我们希望网路上面 非常会让 永远可靠的 但是我们知道网路会断掉 它会一个打雷闪电 一个什么样的停电 或者一个跳电 很多网路知道 那我们理论上是要它们去 都要可靠 但是它会坏掉 应该会坏掉 那那久半呢 我就觉得我们在网路里面好像在 下面我们知道 那样货类是不可靠的 上面都用TTP 都用TTP 然后下面帮你做很多 偷偷的帮你做很多很多 老累的事情 让你上面感觉到你还不错 那只能让我资料不会掉掉 我HTTP HTTP 招网页 通通OK 那其实下面不要掉掉了 它那样话你做的辛苦 是你不知道 好 硬别也是一样 那 那Stable Storage也是好 就是说你的 我们希望 下面那样也会坏掉 但我们能够实作出来一些 呃 这个 Sover 游戏 但是再来一点上点 让让我们使用的感觉到 很像这个影子 要不会断掉 当然 用Lock 是一个方法 Lock就是我们进入下来 那如果前面可以说出来出问题的话 我再重做一下 重做一遍 那当然是一个可能的 那 如果我们要实作一个这种Stable Storage 所以Stable Storage 是一个 谁是 有时候是一个理想 但是我们一定要 要让 让这个 使用者能够达到 你就可以知道吗 那 那当然 做法呢 Noval Ramity 就是我资料的存不止一份 就跟我们刚刚瑞士知道 存不止一份 它存在什么呢 多于一个 Non-Volocite Stable India 就是 Independent Value 这个其实这个概念 它就已经叫做 我们存一个 它这个资料不是 Non-Volocite Volocite 你存在 你存在同样的这个 呃 存在桌子上面 但它 Badded mode 它会 它会坏掉的 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那 等於没有产来 那它到时候该坏 它们起头都都坏掉了 就跟我们现在讲可靠度 增加可靠度的 这个在 在 IT 里面 有 或者在 Coin 里面 有 很重要一个理 叫做Full Torrent 容错运算 for tolerance for computing 对 像我们前面一开始有讲过了 在OS一开始的时候 介绍过 容错运算 那容错运算里面 那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叫软体的技术来容错 就是说我们这个太空桌上去了 太空桌上去了 我们知道这很重要 我们上去人家想要都下来 上面电脑不能坏掉 对不对 那我上面就摆三 不要说什么 这是它中控的电脑 五台电脑 五台这个controller 就是这样 五台controller在那边 五台controller在那边 那你只用一台坏掉 我还有四台 那再坏掉我还有三台 只用这一台坏的 可是如果你开发的时候 这五台电脑同样在做一件事情 或者说通讯 或者说操控 同样一个程式在让人 同样一个人写的 它那 bug同时出现的时候 它不是硬体的错误 它是软体的错误 那怎么办 你弄十台弄二十台都没有用 对不对 同样的 因为它的 value code是一样的 它到整个系统来看 反正你这个 programmer出错了 你再来个五台电脑 那怎么办 所以在软体的容错 就是在容错里面 它有些不同的技术 比如说我开发的时候 是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设计来开发的 完全不一样的程式 但做同样的系统 那这是一种方法 完全不一样的 在正常测试 但是它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的错了 软体错了 你的错了 我都不解释 我完全不一样的模式在实行 所以它们执行 跟它的 value 的 mode 是不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这一个 value mode 大家就有概念了 为为我们要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给 给这个重复 存同存起变 但是它的 value mode 能不能这个是不一样 都很重要 我们把 stable storage 我们好几个 copy 好几个硬纸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跟联络的也应该不一样 然后呢 任何更新的时候 都要记录 所以我们 所有的这些更新的 你都要记录下来 等到 等到这个 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才能够 保回 所以比如说 人家只要记彼记 做什么做其实要 就要记彼记很重要 记录有过到共同笔记 或什么 因为你写过一遍 如果是剪贴的 都没有用 记不处 马英九记录记 他很像是记不太处的 这样子 他非常喜欢记录记 有缘到什么都不是记录记 他可能没有复习 没有去看 所以记了很多笔记 没有 不太有用 记录到时候 如果记录的笔记 你在整理了以后 记录很重要 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至少大家做最后第一步 应该要记录了 但是记录不应该 他自己才记录 就是说 你记录了 你记录下来以后 在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同学表现非常优秀的同学 我看到 我们的学长 他这很好的一个习惯 写不到 后背书上记录很多东西 记录非常好 记录记录笔记 记完以后能够整理 然后再发表出来 这很像是给人看 所以另外一个是 建立你自己的思考底线 自己把自己的东西给建立好 自己学过的东西可以建立好 所以我们在做Stayless Learning 就是一样 要把过程里面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 后面犯了错的 我有时候回头再看 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看错的 然后任何New Carving 都要有记录 有记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像我们的共同笔记 谁在哪一天改了一个斗点 怎么去看 全部都可以知道 都可以违连都可以回合 就在那个在UC里面做东西 每一个 只要是Wikipedia Wiki的这个系统 通通都 谁在里面 谁做了一个东西 改了一个字形 全部都会记录下来 这样才能够 或者说 渊有头菜有组 回头要再来 再来这个找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找得到源头 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 你要stable storage 一定要把这个Lock 过去的过程 记录得非常的OK 所以这是stable storage 的imitation要注意到的 虽然只有一个观念 但是大家对stable storage 的概念有时候不是很清楚 所以特别说明一下 怎么做 不是很清楚 好 那下面就是这个tertiary的 storage 就是我们存的资料呢 存在这个 硬碟上面有点贵的 那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 可以存更大量的 low cost 当然了 我们叫做tertiary 那 譬如说cd run 或是过去有软碟 或是这个磁带 那磁带呢 越来 磁带 我想你们可能觉得磁带 是过去的产物 但是磁带很非常非常大量 然后呢 本来一直都认为它被淘汰了 那一直都还有人用 那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不容易 它能够存的时间 比硬碟要长 当然不是你一般 一般的 如果你在很潮湿的环境里面 过去的录音带那种 那当然就比较差一点 但是 那你这个 比较 比较这个 环境比较好一点的部分 你要做大量储存的时候 磁带其实还原来是很 这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磁带它适合大量储存 你可能没有参观过 如果你去看 国外很多大的那个资料中心里面 它那个磁带就等于是个机械人 工厂一样 全部都是机械人 手臂 在在在抓取时代 在什么样 要抓资料 这全部都是都是自动化的 那这个在 在做这个 控制 所以 所以磁带仍然是一个选择 那那一般的 那一般的 floppy 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多谈它了 好 floppy 这很旧的 这个1年4 这些 那我们就 那大线有些 有些用在使用的比较多 那 那这个 或者是这个 这边我们就 就不多谈了 因为这边大家都 比较了解 从 从 这个 我们个个人的时候都在录道的 那 那 在 比如说 real new 那 像 cd run dvd 这 这个 ride once re re mine time rom 这些都是 怎么样 这是早期的基盖影片 我想这个 大家应该 应该说早期的 早期的基盖影片 大家一定会谈 cd run 是什么 就是怎么样 这些 没有 这个 我都不多谈它 好 tate 实在有相当提过 实在的话 他们 嗯 有有很多了 实在有很多的 这个 呃 自动化做法 那 等一下有我们那个叫 stacker 一个sever 那以后大家也是自己去 呃 我们今天就今天我们内容 比较多了 比较重点 我就说明一下 其他的大家就 呃 就参考了 所以tertiary的我们就不多谈 tertiary 反正就是大量 大量的话 那有大量做法 到那环境里面 大家就知道 有些产品是在支援 做大量做法 那 那当然他 他 他跟这个硬碟的关系呢 也就跟硬碟的跟这个记忆体的关系 类似 那有时候你要增加 你要做即时的 你要增加效率的时候呢 呃 也有一些这个系统上面的做法 比如说要把他的一些讯息 摆到这些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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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的做法 就跟开始弄掉 这种做法 类似的 人都会有的 哈 好 那但是有大家介绍到这个的话 那 呃 好 再再再储存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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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